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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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的是一個非常帥氣的 敞篷版本的R75 羅哥你現在已經在車內了對不對 Yeah 帶我們來看一下開個篷吧 好 你看 這個篷開得好順喔 很快耶 而且很快 你看 你才走過來幾步路 是 大概不用十秒我自己感覺 對不對 好帥的車喔 對 你看這個敞篷很帥對不對 來我告訴你一個更有趣的地方 注意看這個冷氣出風 我把它熄火 它熄火的時候它會蓋起來 好有儀式感喔 所以等一下我把它再發動的時候 它一樣就這樣子慢慢的升起來 所以你發動的時候它就打開 然後如果說要是你那個熄火的時候 它就關起來 對不對 那我現在只要開一個電門 你看 12.3吋的全數位移 有沒有很帥 有 它也開了 對你知道開電門好像 它就會已經開起來了 現在有那個再送風了嗎 對 這樣也很舒服 對 然後它中間這個是 InTouch Control的這個 它的這個觸控螢幕 你看它動作也是非常快 而且它也是支援OTA喔 所以這個 這個導車現在也是支援OTA 對 與時俱進 對 然後你看 它雖然這個很科技化 很數位對不對 但是它的很多的這個成分 都還是非常古典跑車的感覺 就是說它的配色你看 彈幕黑配上錢牡蠣灰 對 然後它又是非常棒的這個溫紗皮 對 這個皮革真的是 然後你看它的縫製縫 還有這個座椅的形狀 包覆縫線都是非常非常高檔的手工 對 你看它的這個跑車座椅 就跟一般我們可能做起來 比較那種 屬於那種性能狂暴的那種 就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典雅當中 可是它又不失 它該給你的這種性能的感覺 對 又有性能感 但是質感又非常的棒 對 然後呢 我們看到它在其他部分的操作 你看這是空調操作 有沒有 都直接顯示在這邊 可以直接旋轉 該有的雙區也有 都有 雙區也有空調也有 那你在操控上面 你需要的這個 LV2的輔助駕駛也有 都有 在這個功能性上面 是非常非常齊全 在操作上面這些按鈕 都已經非常簡化 而且非常直舉 而且羅哥你看 你坐在駕駛座 你就是很簡單的 你就是不費吹灰之力 都在你雙手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 對 調溫度什麼 你都可以調得到對不對 對 你看然後駕駛模式的切換 是不是 也很直接 對 然後音響的聲音的大小空調 是不是都在這邊 咦 是在這兒 對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後有幾個 敞篷車必要的 我剛剛開篷 是不是這個按鈕 就在這兒 它直接給你一個快點 我手這一伸直接按下去 它就是 要關篷的話就是拉起來 這有什麼好處 台灣很容易下雨 對 台灣真的下雨 你就馬上就一關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這裡還有幾個 特殊的按鈕 譬如說這個是排氣聲浪 對 還有這個尾翼 你可以手動把它伸起來 其實時速96公里 它就會把它伸起來 它會自動伸起來 有耶 現在看到 有沒有 這非常的帥氣 那我要把它按起來 就一直按著 它就關起來 有有有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 你要耍帥也有 對 然後便利性的操作也有 到質感它也做得非常的棒 而且它又不會很高調 你看它這個有R的LOGO 它不會給你用的那種很炫的很亮的 很明顯的顏色 對 然後它甚至於你看它方向盤 它也不會故意給你什麼縫紅線啊什麼的 大部分不是覺得說 跑車我應該要那樣嗎 我們是古典的跑車 對 它給你不一樣的 它給你很好的質感 不同的氛圍 對不同的氛圍 那時候我們看有一些跑車 你坐進車內 它有太多太多的案件 然後跟一些操控的界面 你有時候會覺得 它在議價性上面稍微少一點點 可是坐在這台車不只典雅 你會覺得你在操控它 你其實跟車在一起享受人生 重點就是這樣 你要的是人車一體 而且你操控是很直覺 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都在我的思考的這個範圍之內 沒錯 手一摸就倒 好 那像包含這種排檔方便性 然後這個方檔後面 這個換檔的撥片 這都相當的直覺 就是讓你在開車的過程 你就是盡量的 就可以享受 譬如說開個敞篷的樂趣 駕駛操控樂趣 Jaguar的調校是絕對非常棒的 而且這台車子在舒適性 也不會讓你覺得 坐起來很不舒服 沒錯 而且我很少坐到一台跑車裡面 我會覺得其實是舒服的 因為它坐椅又可以調整 對 然後就不論什麼身形的 你會坐在裡面 你不會覺得是局促的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的 你畢竟可能駕駛座開的爽度很夠 然後副駕駛座還不能很憋屈 而且你看 它這個座椅的調整是在門上面 有沒有 而且駕駛座跟副手座 都有三個座椅的可以調整的記憶 所以其實功能性上面是完全的 非常齊全 它的音響系統也是Meridian 英國的非常棒的音響 對 沒錯 好 最後我們來發動一下引擎 對 剛剛說那個什麼聲浪 對 其實我只要進入賽車模式 賽道模式 唉唷 排氣管聲音就微微的變 而且開始震動感 對 開始有那個火火的聲音 然後你看 蓄勢待發 它這邊就等於是打開了 對 它跑牌就出來了 對 它自己拿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聲音好不好 來 哇 機械聲壓的聲音就是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它這看起來是非常典雅的一台跑車 加掛把它要品味 對不對 但是你的引擎聲浪一出來 就 哇 還是非常非常好 對 我們整個都熱血了起來 對 對 對 這麼美的跑車 怎麼可以停在房內 這樣靜靜的欣賞它 靜靜的聽它的引擎聲浪 當然是要開出去之後 讓觀眾朋友好好的來感受一下 走 我們快點去 快點去 冠儀 這內裝的質感真的是超棒的 是啊 艾達 你不要給我轉移話 因為每次只要濕到敞篷就下雨 你是新一代雨神喔 對 我上次是 本來我們還想說選 M.S.5也是下雨 是啊 我們本來想說選一個 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可以一邊欣賞 然後開篷 然後整個這樣陽光灑進來多好 不過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態 剛好可以讓觀眾朋友們看到 其實你開敞篷車 一點都不需要擔心下雨 因為像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芬山的山頂上 在雲霧之間呢 享受這樣子的一個 微雨的氛圍 把敞篷關起來呢 吹著舒適的空調 還是非常的浪漫啊 是 而且你說車內啊 其實我覺得它也沒有到 一般大家覺得說炒篷車 會比較吵的感覺 當然啊 因為這是一台英國 非常高級的跑車啊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重點是 因為這是一個75週年的 限定版本喔 搭載了5.0升的V8機械增壓引擎 我覺得是男子漢啊 你都一定要擁有一台V8的跑車 加上這個機械增壓的輸出特性啊 它在這個引擎運轉的時候 時時刻刻都能夠有增壓的感覺 再加上它的增壓是屬於相當線性的 所以即便在這樣子濕滑灣 多灣的山路上面啊 這個油門啊 只要不要太給得太照鏡呢 其實開起來還是非常的舒適的啊 是 而且其實它的動力上面 因為有5.0V嘛 所以動力很豐沛嘛 動力非常的豐沛啊 它的零擺加速只要3.7秒 因為呢 有575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700牛頓米的最大扭力啊 而且之前其實 毛澤老師有跟大家分析過 什麼機械增壓跟渦輪增壓 它的這個 比如說機械增壓它的優勢在哪裡 對不對 引擎的聲浪其實又非常的好聽啊 沒錯 這個排氣管的聲音聽得非常 像我們現在進彎的時候減速啊 它出彎只要油門輕輕一碰啊 那個扭力可以說是隨傳隨到啊 隨時都能夠有這個機械增壓 所帶來的一個助力啊 我覺得這一點啊 真的是非常迷人啊 而且除了這個5.0V嘛之外 其實它的變速系統 搭配得也要夠完美啊 沒錯 從排檔桿你就可以發覺啊 這次也配置了一個 跑車式的排檔桿啊 而且配上巴速的 手自排變速箱啊 這支變速箱啊 效率非常的好 也是各大跑車啊 所採用的一顆變速箱 冠儀你知道嗎 這一部Jegra的F-Time 5.0V8機械增壓車型啊 它的最高級速啊 是來到了時速300公里啊 而且是廠家給你電子線速鎖住了 所以啊 我相信它的實力 絕對不僅於此啊 對 而且這台車我覺得 現在已經是目前在市場上面 算是很稀有的 是 可是Ida你這樣子沿路 其實我們這個彎啊 算是還蠻蜿蜒的喔 可是 而且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體力性很好耶 不是我技術好 是因為它有AWD的 智慧型四輪穿動啊 所以其實你看那個路面 稍稍不平整 但是每一個輪池都有 非常好的抓地力 對 以及將動力輸出 到這個路面上面啊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這部車 採用了非常高科技的一個 鋁合金車體的打造 你知道嗎 這台車是採用 航太功法的鋁合金車體結構喔 而且還是單體式的鋁合金車體 完全全就是一個 超跑的製作方式啊 那當然這個車身結構 也使用了2225個柳釘來去結合 除了有更加輕量化的表現之外呢 也有更好的一個抗扭曲性啊 一般我們會說敞篷車比較啊 然後這個在激烈抄架的時候 會有扭曲的狀態對不對 但是我在這一台 JAGUA的F-Type敞篷車上面呢 基本上感覺不到 太多的這個車體的扭曲 根據官方數據啊 這一台車的抗扭曲性啊 來到了33000牛頓米啊 對啊 其實像一般的超跑都很注重 要輕量化 是 然後你的車體結構要夠強 強又要夠強 沒錯 所以你還有利於你的操控性嘛 是 那甚至在選調的部分 對 它好像配得也非常好喔 沒錯 其實它的前旋 後旋 也都是鋁合金打造 而且是全鋁合金的雙A被選掉 剛剛你剛剛有講說 它的這個電池限速可以到300 是 表示說其實這台車可以開得非常的快 對 那它可以開得快 當然也要殺得住嘛 沒錯啊 你看到這一台車其實選配了一個 20寸的十幅式的亮黑色旅圈 在旅圈裡面你有沒有發覺 它是一個性能版的紅色煞車卡鉗啊 對 當然這個卡鉗不只是紅色帥而已啊 其實它整體煞車疊盤的直徑呢 也經過了刻意的放大 你知道嗎 它前面的煞車疊盤直徑 來到了380mm 而後面則是376mm 都是通風疊的設計 聽起來啊這個煞車啊感覺是很厲害 但是我現在很怕耶 因為前面我都看不到路耶 艾達你是怎麼開的啊 其實我是跟著這個黃線走啊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這部車有非常多的一些電子控制系統 所以讓我很安心的在這樣的一條 路上駕駛你知道嗎 它有一個主動式的電子懸吊系統 所以現在我們在這樣的路上行駛 它會去偵測整個方向機的跺腳 行駛的模式啊 油門的開度等等 來去做最適應的一個 這個電子懸吊搭配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在轉彎的時候 你也感覺不到有太多的側靈 甚至的路面的顛簸啊 你都不覺得說 會有那種很HK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那它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說行車模式的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不是有什麼方格期啦 對 其實在行車模式上面 你看其實我們可以去做一些設立 最主要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在於 跑車化的個人設定 我認為它是非常舒服的一台 雙門雙座長篷車 一台車要讓你開得舒服 真的是不容易啦 但是你想要演一下的時候 它也可以透過個人化的跑車化設定 來去做調整 包含它有電子石的後頭主動線滑插速器 它有煞車控制扭力轉換系統 當然像冠儀剛剛講的方格期 則是你也可以選擇賽道模式 不過現在我們是不太視理喔 沒辦法賽道 對 即便像再來到這個山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享受這個山林的分多性 以及享受在雲霧之中的這個浪漫 我連跑車排氣管我都沒有給它打開呢 所以它其實有跑車的排氣系統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它整體的跑車的氛圍 駕駛的介面跟舒適的一些選項 都是在你自己坦子之間 可以去做調整的 了解 這也是我覺得Jagra F-Type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外型其實是非常優雅的一款跑車 可是如果加上一個很髒狂的圍翼的時候 你會覺得停在那裡是不是覺得太兇了一點點 可是實際我們上路要達到十足三百 這一具電動收折的隱藏式唯一 就非常的重要了 對 而且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你擁有一台很會跑的跑車 再來加上一些很高質感的內裝搭配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人生滿大的享受吧 是的 這台車你看到沒有 上面A柱跟窗框的部分 它都用的是這個擠皮 Akantara的一個這個鋪層 你看到沒有 全車的內裝也經過了皮革的包覆 當然我們現在坐這兩張 12項電動調整的跑車椅 還是溫紗皮革 你愛的溫紗皮革 對 而且還有這個通風以及加熱功能 像我們現在駕駛手握的這支方向盤 也是R75的專屬皮革包覆 其實像這樣的一台車子 我覺得行駛在山路之中 你看到雲霧漸漸漸漸漸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段的風景了 既然加上這個座椅有加熱功能 我們開個棚吧 美女 這時候的感覺是不是非常的舒服 空氣好新鮮喔 真的是太開心了 對 好舒服喔 好吧 那我們就一邊聊 就一邊開回棚內去吧 後面每年前都不打開 對 很有趣 要清醒的開放 最後和第四節 又會議一下 我們在那邊 呼籲一下 為啥 我也愛你 沒有要改暈